站在廟宇最高處 將胚土一層層塗抹 這一尊千利宴已完工一半 它是被稱為人間國寶的陳三火 臺灣知名製作解年的藝師 今年以74歲的伙師親自操刀 而他施作的解年工程 屬於鑲嵌藝術 這種裝飾最常在宮廟屋頂 或金爐上看到 無論飛龍神獸或神明 姿態神韻都做得栩栩如生 你若要做那個龍片 你就要掛四角進製 將桃丸減碎 紅的準備做龍騎 綠的是龍林 大甲鎮嵐宮盡期整修 屋頂剛完工 上頭幾年作品 也出於伙師團隊之手 比較吉祥的東西 像雞雞雞劍 巧思就是說 一些那個彩帶你要怎麼去爬 你要做一條龍的 還是要做翻身的 藝師揭秘 減年工法 雖說是先減後年 但其實共有四個步驟 將骨架做出後 開始胚土塑形 表面材料大多是以瓷片 彩色玻璃或壓克力為主 先減成特定形狀 最後貼附 插置或鑲嵌於胚體 若是大型作品 將會先做好局部 再牽上主體 減年藝術靠老師府 一代代相傳 從學徒到初學 出師得歷經十載 獨當一面後 工資一日三千五 不過一時得有如飛簷走壁的功夫 站在高處失作 才能讓廟頂呈現出澎湃氣勢 三地新聞 林偉智李建引 王子瑜 SM小組 台中報導